大家好 我是Anson 歡迎來到AnsonTV 今天呢Anson要帶大家來西門町找一台販賣機 那就是御守神社販賣機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GO 我們呢已經找到他的位置了 他的地址就在成都路的27巷裡面 這台呢就是號稱可以喝飲料 同時間也可以求籤的一台販賣機 那他呢這邊就寫就是初戀那件小事 初戀那件小事呢就是這個 初戀那件小事 然後加上星空的告白 加上星空的告白 就會等同 就會等於 曖昧所以美麗 你可以選擇你要自己加還是 還是說買已經搭配好的 那今天呢我就要來嘗試一下買兩種自己來搭配 那我就不照他的搭配法 我自己買兩種來搭配 一個一樣是初戀那件 初戀的那件小事 然後呢再加上這個 沖繩鮮奶 兩個加起來看看味道怎麼樣吧 好 一百塊就先買沖繩鮮奶 好 這裡有一個縫納 喔 大凶 Fuck 初戀那件小事 拿下去 拿出來的是 大吉 好的 我投到的一個是大胸 一個是大吉 那我們先分開來喝喝看 好的 那我們先來喝喝看 初戀的那件小事 拿到大吉的先喝 我有點擔心跟牛奶配起來會是什麼味道 就是那種愛玉泥 檸檬的味道 單單喝的話其實也不錯 是蠻好喝 但是如果搭配牛奶的話 我就不知道 好的 接下來就要來試試看 大胸的沖繩牛奶 它的味道跟一般的鮮乳 不太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牛奶好喝耶 接下來呢 就是要把他們兩個參在一起 看味道怎麼樣 好 先加進去的是沖繩牛奶 再過來加進去的就是 幸福的那件小事 比例應該也可以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配出來的話 是有點白白粉紅粉紅的樣子 那我們就喝喝看囉 Cheers 好無味雜陳的味道 其實是不難喝 但是 那個牛奶的味道有一點太濃 但是呢後面呢 它的那個檸檬味又慢慢的 又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 還蠻搭的啦 不至於 不至於到難喝 但是我覺得還OK 還OK 還可以 OK所以 2017年呢 除了兩支牽 一支是大吉 一支是大凶 一支是大凶 所以意思是 ASM頻道 這2017會大騎大落 可以 也不錯啦 至少有大騎嘛 對不對 今天就到這邊 如果呢 你有來西門町的話呢 務必要來找到 這一個 御守神社的販賣機 嗯 台北還有哪些 很神奇的販賣機 或者是很特別的販賣機 記得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會去看看的 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ASM頻道呢 每週都會不定期更新 二到三支影片 如果喜歡ASMTV的話 記得馬上點訂閱 旁邊的鈴鐺記得把它點下去 因為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收到 ASM頻道第一時間的更新囉 那今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